剛剛我們整個的 就是說從立會議會前的開始 有了渲染力 開始有了渲染力以後 吸引我們要來參加這樣的一個立會 立會了以後 開始議程得很豐富 以後很多人就在議程的一個回顧的部分 我覺得有很多人會忽略 那我為什麼開始會做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的一個重要性在哪裡 因為很多的議會結束了以後 可能就結束掉了 可能就沒有了 那沒有了以後 有可能會有他 如果因為有事情錯過一次的立會 因為可能有時候立會一個月是兩次 會有的立會 可能有的有會一個立會才一次 如果錯過一兩次了以後 他可能就會慢慢的 他就會冷卻了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議程回顧的一個重要性 首先第一個是續航力 續航力也代表就是堅持 當一個人的堅持度如果沒有的時候 慢慢的對他的學習度他就會冷卻 所以我覺得他續航力是非常的重要 再來也會影響到參與力 當然沒有熱情沒有不參與的時候 一個立會的一個品質 還有工作的安排 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可能會有一些不足 或者是一個會有可能要擔任很多的幹部 很多的一個工作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就是會比較潮潮了帥 好來鼓動熱情 我就說熱情是夢想的發電機 一個人要有熱情 他才可以去實現很多他的夢想 這個夢想 這個熱情為什麼多重要 他就像一個瑪莉一樣 他那個瑪莉可以強迫像 我們講的會君講的 那個法拉力一樣 所以熱情是非常的重要 還有主動參與 會有的主動參與是非常重要 有沒有各位有沒有經常覺得就是說 可能他很被動 你這次會不會來啊 你要不要來啊 你要把讓他們就是很主動的喜歡來參與 因為他覺得來這裡參與的一個重要性 是非常好的 再來就是五 培養責任感 這個責任感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我們時事先講到被需要 就像我們的會友 有可能一些新進的會友 才剛進入演講會的時候 進入這個會的時候 他可能還沒開始 但是因為我們會友 有很多來自於不同的 這樣子整個社會的經驗 其實他們一定有他們的一個專長 在這裡我們一定要培養他的一個責任感 讓他覺得被需要的感覺 這個責任感你要發覺到他的優點在哪裡 像我的優點我很會拍照 那我覺得在我們會內 我們就多了一個立謀 我們立謀就很會拍照 他剛新進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會拍照 他很會拍照的時候 我們就賦予他責任 把他的優點挑出來 然後讓他放在對的一個位置 當他有被需要的時候 他就會產生責任感 所以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一定要了解 我們剛剛我們講頭清楚 一定要了解每一個會友 然後去關心他的特質 他的屬性是什麼 量身定做 把它放在對的位置 當他放在對的位置的時候 他就開始有了被需要 有了責任感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說這次的交接 可能麻煩立謀 你要為整個我們愛不顧的 這樣子的一個交接 愛不四的交接 你可能留下很美好的這樣子的照片 他開始就會做這些工作 這個就是一個責任感的重要 那議程回顧 我們就是說要回顧哪些 第一我寫千層派 各位快中午了 肚子餓了千層派吃過嗎 前層派就是要面面俱到 這個面面俱到裡面 包括我們要回顧哪些 雖然在我們整個會議裡面 我們安排總獎庭 總獎庭會針對整個議會的流程 可能會去做個 可能好的地方在哪裡啦 可能哪一個部分要去注意 但是可能在針對的是上台演講者 可能一些大當 但是有某一些地方是我們要去注意的 包括可能場地的安排 還有座位的擺設 還有他的動向 這一些可能我們一定要面面俱到 還有分會來的人 這一些也是我們要注意在裡面的 生兒戲 什麼叫生兒戲 一個好的立會 一個好的成功的立會 是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的一個細節裡面 往往是在細節裡 有時候會有他來的時候 也許今天他沒有任何的工作 可是你看有時候他心不在焉 這時候我可能會去注意到他 是不是他來的時候 可能那內心有衝擊 有狀況 這個時候就是 當我回家的路上 或者是私底下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會去做電話關係 因為這關係到他的心情 他可能下一次就不會再來 因為他心情沒有處理好 只是因為覺得 今天的立會他不來不行 可是事實上他的心是有受創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可能我就是會去稍微去了解 就是剛才所講的 一個好的立會 成功的立會 這裡一定要從生兒戲去看出來 還有會有的感受度 會有會感受到什麼 感受到我有沒有被關心 有沒有人 就是也可能我來那麼多次了 好像覺得好冷落 好像也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這個感受度是非常重要 因為每個會有他進來 一定有他要的點 哪怕是喜歡點心也沒關係 哪怕是喜歡點心也沒關係 總是點心準備出來要有人吃嘛 對不對 最主要是說他感受到有沒有溫暖 感受到有沒有能去注意到他 這個部分 還有關懷會有真正請假的原因 很多會有 可能說我今天請假我有事情 第一 我們要去探索他真正的原因 他真的是有事情嗎 或者如果真的有事情 是不是也應該我們要關心他一下 我們之前有一個會有他本來很熱情 也一直來 後來他起假的原因 他不好意思跟我們講是他怕我們憂心 後來我從他才了解 原來他就是之前有出了一個 不小心可能開車去跟人家插撞到 有一個很重的價值力的可能車禍 雖然他等沒怎樣 但是在可能家人就為了安全考量 就不讓他來 在這時候呢 我覺得說他想學習只是因為家人擔心他的 可能交通工具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試著就是請其他會友就是說 是不是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是不是可以就近的可能開車去把他接過來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探討 真正會有請假的原因 有時候可能說壓力大 其實各位 在我們任何的一個職場或者工作高位上 哪一個沒有壓力 我說年齡人都有壓力 當他哭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有人來 換尿布啊或者是要不要內內給我吃啊 其實人都是有壓力 可是有的人就說 我覺得其他你好有壓力喔 我覺得應該不是主要原因 應該要去探索他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還有剛才我們講說回顧與行銷 其實他是緩緩相扣的 行銷要推廣 推廣什麼 開始把我們在裡面 演講會看到我們喜歡的 我們開始要廣結三元 我們開始要分享給我們的朋友 當然我們就是第一個一定會先找我們好朋友嘛 像我們裡面我們立謀 我們立謀去年才剛來 可是他在那很快耶 他就開始找他的同學 我們事前 我們事前在這次的 我們的交接的時候又把他表妹又帶過來 就這個樣子 因為透過幾次的利益會 他覺得這個利益會的原來是可以很快樂 可以讓人家成長的 所以他願意把他的朋友 從帶來觀摩 然後就開始進來 因為他喜歡的這樣一個環境 還有打造形象品牌 講到這個我要好好的講 你們有沒有覺得我進來演講會變來越漂亮 大聲一點沒關係 有 各位 真的 講得真好 我就經常講說一個人只有走出來的 真的就是走出來的美麗 沒有等待出來的輝煌 走出來的美麗 沒有等待出來的輝煌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形象品牌真的很重要 當你像我經常可能店休息 可是每個人左臨右舍 每個人 利益會今天請 今天休息 每個人一定說去上課 好像是演講會 絕對沒有人說 他呀 不說也算了 因為每個人 就是因為你有一個形象 有一個品牌的時候 你就是會有一個標竿 當你有一個形象有標竿的時候 你就是帶給人的就是什麼 很正向很正能量 這樣子的人就是有陽光 每個人就是喜歡 變成讓人家對你有感到興趣 有沒有 感到興趣 人家就會好奇啊 欸 利文你去哪裡 包括我要去參加比賽 各位 你們可能沒有這種勇氣 他說你最近在忙什麼 我說忙著背稿啊 我下個禮拜要參加春季比賽 或者秋季比賽 有的人說 我不要跟人家講 萬一沒得理 好丟臉喔 我跟你講不用怕丟臉 當你很勇敢說你要比賽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像 我跟你講宇宙那個能量是很強的喔 當你跟上天下訂單的時候 老天必成全 因為你心中有愛 你心中的能量很高 所以我都很勇敢跟人家講說 我要去比賽 因為不用怕 來 成為一個影響力的人 當你成為一個影響力的人 人家就是喜歡靠近你 待會我會跟你講說 如何的靠近法 因為你 我跟你講 就是說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每個人喜歡是跟一個很快樂的人 很正向的在一起 還是每天就是開始就哀聲叹氣 很多人說景氣不好 我說景氣不好 就淘汰不正氣的人 就是這個重點 好來 FB 很多我們的回顧照片 我喜歡第一個開始就PO一下 FB 可能在我們群組 我們LINE 還有我們社館 這個部分 我會做比較後面的處理 FB的處理 我會比較 我開始就鋪陳了 從剛開始我們施施 如果我知道今天有立位 我幫晚上午過後 所有不在做 我那一定空下來 開始整個議程表 之前的呼籲 今天要準備什麼 因為晚上有演講會 開始到現場的時候PO我們立位單 到最後整個的回顧 是我在做FB這個回顧的部分 因為我一定會把這個部分空下來 讓他整個一個連貫性 PO在FB裡面的照片裡面 我有一些相片 我有一些相片 對 相片 來這一張 剛剛為什麼就是說一定要好好的 都行上他的重要性 這一張是在101年9月26號的時候 我去代表我們草屯瑜伽國小代表去參加 南投縣的國語文的一個競賽 這個是透過我過在FB的時候 那學校因為沒有演講者 老師不敢出去 老師說老師對老師比賽如果沒得獎很丟臉 就找一個社會主去丟臉 結果他們就開始一直問找社會主是誰 後來透過FB我一個朋友在看安清班 就跟國小的老師說 我有認識一個叫林立威的 他有參加演講會 所以你請他幫忙 我跟他完全不認識 他先斬後奏 他說林立威我先幫你報名 麻煩你當做做功德 沒得獎也沒關係 你只要代表我們學校出去就好 就在9月26號比賽到埔里國小 我9月25號我凌晨出車禍 我出車禍的時候 真的可能他說已經當做功德嘛 所以當天晚上我真的 雖然我的機車跟我朋友騎機車載我 我們跟轎車相撞 我這樣飛上來的那一刹那心裡想我死定了 結果跌到引擎蓋 我心裡想沒事 可是我看人家的機車外 然後人家的車子也那個 那個前面的叫什麼 保險桿的貓下去 我心裡在想天啊我沒怎樣耶 整個做完筆錄還警車送我回來 送我回來的時候那個警察先說你明天一定全身算痛 可是我也什麼都沒 我也都沒感覺怎麼樣 結果我後來我就在想因為這做功德 所以呢那天去比賽的時候整個社會組合來剛才提 因為八分鐘的集息八分鐘集息 所以我覺得個人的形象 你看透過FB因為人家找到我跟他不認識 就以用做功德的角度去拿了這一張回來 好 這個就是我們個人形象因為我們成功的行銷了自己 再來這個就是我們目前的就是我的小旗 現在目前是我的事務長我跟他不認識 也是透過FB的一個分享 我是認識他媽媽 他媽媽來找我的時候 你老是不在家 你老是不在店裡 我說我為了你們這些客戶真的是用心良苦 他說怎麼說 我說為了讓如何溝通 如何更好的服務我參加了演講會 那演講會是什麼 我就開始啪啪啪啪一直講 還有開始秀出我的風功偉業 那些一定要視覺化 包括你當那什麼幹部 還有你的怎麼講 一定要視覺化 開始講了我覺得我女兒很適合 因為他是很知名Salon店的店長 他覺得說這個部分他女兒很需要 所以我跟他女兒是不認識 是透過媽媽這樣子的一個引件 所以他開始進來 那進來他有什麼樣的改變 剛剛我跟他起來分享 因為時間不夠他佔用大家 他說之前業務外店長要做早會 做早會要推響 可能很自私化 可能一些規定 或者一些激烈的部分 但是太剛硬了 那透過一台演講會以後 他覺得原來可以改變方式 像用開牌的方式 還有很柔性的方式 還有說故事 因為人喜歡聽故事 透過這樣子他把演講會的這一套 他把他放在工作職場上開始運用 所以有沒有很適合 對這個就是這樣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的小企 目前是我們的失誤 來這是我們演講 我們兩友會最年輕的 目前他在總會是還沒有資格的 因為他是還會滿18歲 但他國小四年級 就是我們兩友會的會友了 對 那他目前是讀華岡異校 今年要升三年級 今天晚上他會到我的立會 做一個示範的演講 他每年的暑假 你看為什麼就差雨率跟熱誠度 他只要含暑假 他一定回到會內做一篇演講 這看孩子他國小四年級 就開始來兩友會 今年他代表華岡 因為透過演講會的這樣子的訓練 所以在華岡異校 他在上個月的時候 在參加本土語言 他得到學校冠軍 9月份要代表華岡異校 要去參加台北市高中組的 本土語言的一個競賽 那你看這樣子的孩子 因為透過一個好的環境 他開始 他雖然在美國總會沒有這個資格 但是他願意參與 願意學習 鼓動他學習的熱情 所以他在華岡異校 讓他比別的同學脫穎而出 這就是今天晚上我們的小小會友 我們這個瑞茵 昨天為了跟華家找一張照片 找好久 只好找一張漂亮的 本來要找一張 他驚歸來上課的那張畫面 一個會友為什麼他受傷 腳受傷他拿著拐杖 他還願意參加立會 為什麼還參加每次的幹部訓練 這個就是態度還有熱情 如果一個立會 如果一個立會裡面沒有他想要的東西 你認為很多很多人都想盡辦法 我都不來了 更何況我是受傷 我還拿著拐杖的人 那會友我們會友也很貼心 只要你想要來 我們的會友都還開車去到家接受 所以這個就是真的是氣氛 還有熱情是非常的重要 現在目前他是擔任我們的教育部會長 很漂亮坐在那裡 來這個就是我們攝影高手 我們的莉萌 他也是才剛進來沒多久 那他進來沒多久 因為我就跟剛才跟你講 一定要放對的位置 一定要私財適用 一定要提升他被需要 所以在演講會裡面 他開始學習了以後 他覺得這個環境很好 他開始帶到朋友試前 而且我覺得很感動是 每一次的教育訓練 他們都 不管他們之前有沒有擔任幹部 他們都願意來學習 來學習了以後有一個好處 他覺得說原來會是大家的 要共同的來完成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參與率的一個重要性 目前是擔任我們的秘書 因為他電腦比較厲害 梅華 這個梅華也要花好的 真的是也要多樂幾年 他現在目前是我們的財務 他是我們兩友會的資深會友 但是前兩年因為他為了要進 就是在讀書兩年嘛 就是那個進修學院 那今年畢業了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很多人想盡辦法 我有事情我不能去 我今天要接小孩 我可能滿晚都已經8點半了 我去還做什麼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他只要哪怕只剩下10分鐘 或者是我們會後的一個結束 哪怕是一點點的聯繫的時間 我跟你講他一定會到 這個就是有鼓動到他的熱情 他有堅持 然後他願意來學習他喜歡這樣的環境 我都經常講每一個會友一定有他喜歡的一個理由 有個可能覺得來跟立威威學學廚藝啊 來跟立某學學照相啊 可能來跟我們小夕問一下頭髮怎麼做啦 其實每一個人一定有一個他特色在 那你好好把他特色去把他凸顯出來 把他擺在對的位置 欸這樣子就至少出席率各方面 我覺得他是和諧的 我們現在的校長 就是我目前的那個什麼 陳賢是我們的兩委會長 這是第一次他來觀摩我們兩委會的時候 你看我就是面面俱大 像千層高一樣 他第一他第一個下子在寫他名字的時候 我就給他這個枕頭就給他拍起來 因為這個畫面 我跟你講每一個人都喜歡拍照 但是一定要拍美美的 像我這種身材千萬不要跑到淑街的旁邊 不是我胖是他太瘦 那如果我要大家有時候跑快一點 要跑到海星旁邊 自己也可以亮麗珍色一些 所以跑的位置自己要跑會對 那如果我要感覺一家親的感覺 可能要跑到豬田旁邊去 一家親的感覺 所以我跟你講每個人就像關我剛才講的 每個人喜歡有額外的一個服務 這個拍照很重要 每個人一定會注意看到自己的 那我都經常講各位你們太殘忍了 我一定把你們每個人的特色都拍得很美 那我是十分的美 但是你們把我拍成是十三分的醜陋 不能怪你們 因為你們的勢力沒有我好 我就可以抓住你們的神韻 你們就是幫我幫我都拍得不像我 我就覺得是不是我嘛 所以我喜歡自拍 所以我們的校長 你看現在是我們的會長 那這一張是我嘛 我剛才講一個例 我一定要很快樂很快樂 我們這個就是很快樂 我當上會長的時候 我就幫我們的會友慶生 為什麼慶生它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有可能在家很多人 可能就是可能會忽略這個區塊 但是我覺得反正是中場一定要吃點心嗎 那來唱個生日快樂歌 也很好啊 所以我們在我們會內 我們是兩個月 我們會就是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生日 我覺得當天有很多的 可能有會的來或者是來賓 在這個時候他可以感受到 原來有這麼 原來這個會是很歡樂的 是很愉悅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每一次 我一定都會做相片 然後有可能目前我已經收集 可能將近兩千張 因為我覺得舊照片 一定保持一定有昨日的溫度 我覺得這個照片 會讓人感覺是很溫暖的 好再來 這個是我們經常跟土 這是我們去年跟土星去露營的時候 裡面有很多分會的 你看還有月月啦 那你看我們指著什麼 我們就是同看星星共看月亮 我們辦過兩次的露營活動 我跟你講 每次都下雨 演講會就是一個好處 積極正向 然後已經以下到 我覺得應該換地點了 他們說 他們心裡還在想沒關係 待會一定沒有雨 明明每個人躲到自己的車子裡面了 還說沒關係 尤其是我們瑞婷會找到說 立威姐 我看我觀看星象 我觀看這樣子的氣候 明大會不會跑掉 沒關係 果真我覺得正能量 因為老天也有看到我們的祈求 真的就開始天 開始就沒有雨了 開始我們就有這麼美好的這樣子一個露營 所以跟友會之間的一個聯誼 我覺得為什麼很好 可以互相的互相的交流 在交流當中的時候 可以互相的吸取對方 彼此這樣子的一個立會的經驗 還有有時候剛才我就講 當講師不夠 或者是工作資者不夠的時候 可能我們要尋求外援 這是非常重要 但是之間你一定要先有聯誼有聯繫 如果你沒有先這個區塊的話 是不行的 好 把握當下 剛剛很多各位就說 從剛開始早上我們私語 他開始一個立會 但要有渲染力 要有影響力 感染力 讓各位會有喜歡來的時候 是各位也要把握當下 你一定要把握每一次的學習 有很多會有可能覺得說 沒關係啊 我們就是不差這一次 可是就是因為不差那一次 你就是會去錯過 我都經常是在講說 要用智慧 要真的要花時間來學習 真的智慧成就的智慧 過去的我 我哪敢在台上講話 我們這裡有校長有老師 各位我過去是被老師罰站罰到下課的那個 真的 可是透過演講會我可以 展現的智慧 我可以在台上這樣坎坎而談 過去我老師曾經把我說也是笨蛋一個 可是在未來也許我有機會回到我的母校的時候 可能老師覺得說 過去被我那個說笨蛋那一個 原來還可以演講比賽 還可以得到得到第二名 還可以當做生意竟做得那麼好 事實上其實我覺得還是要很感謝 當時老師的這樣子才可以讓我一直不斷的去學習 那我也把握每一次的這樣子一個學習機會 把握當下 記得我之前我有買過一套書 是那個好廣財的一套書 他所寫的 他是說今天他把365天 每一個故事 每一天的故事 他把它集成兩本 帶我也有買 我也有買 我覺得那本書很好 他說 每一個今天都是改變世界的起點 每一個今天都會讓明天更好 每一個人的今天都值得珍惜 就像昨天我們雖然很插很淡 插在淡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很值得 因為我覺得 為了今天的一個教訓面 我覺得我自我突破 我覺得我成長了 如果沒有經歷過這一段 那也沒有 如果沒有我還交給我這個機會 我經常在講 人生沒有 所有的經歷 人生一定會用得到 過去的準備加機會 等於現在的成長 所以各位 當每一次的例會的開始鋪陳渲染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像談戀愛的那種心情 如果你用談戀愛的心情 你非去不可的時候 跟家人想配了 想配要去約會的那種心情 去參加立位 我跟你講就成功了 然後好好享受在光 像我剛才講的 先求有再好 對不對 那我也經常講 有了有來求好 那我也希望不怕慢 慢中求穩 從穩中絕對會快 你看 慢沒關係 但是你把它留住 因為會裡面的氣氛 感染力好的時候 雖然很慢 但是它是很穩的 那穩了以後 它會不會快 它一定會快 所以就像光榮講的 先求好 先有了有才會好 那我再講就是說 慢中求穩 穩中一定會快 所以很謝謝今天分享 知道大家的肚子一定會餓 所以我盡量把時間 本來說40分鐘 我很怕 後來我看看 老天助我也 那兩個時間有拖延到 所以我覺得 演講會就有個好處 自動要刪減 那也很謝謝各位 那也謝謝我們的皇家 給我這個機會 原來大家當時做我的希望講評 也是為了成就今天 好 謝謝各位